嗨 大家好 我是周老板 书接上回啊 我为了跟德国网友街头交易二手书 那么不小心来到了我的母校自由大学 柏林自由大学 那么我一般是不来学校的 因为读博士其实是没有什么课的 那么在家里写写论文就好了 我在这个学校里逛其实我特别怕碰到我的导师 因为要是碰到他要问我论文写的怎么样啊 那到时候我又有点哑口无言了 那么但是大家看这边地图上呢 有很多人都注意到这边的地名都非常的自由 对吧 包括这个大学就叫自由大学嘛 然后旁边还有个盟军博物馆 那么我想顺带要不去盟军博物馆逛逛吧 我总不会在盟军博物馆碰见我导师 对吧 那么大家看这个自由大学其实就是原先的柏林大学 那么在战后呢 就柏林大学它分成了 红宝大学是在东德的 就东柏林的 那么自由大学在西柏林 相当于它是一个有英美他们扶植起来的一个大学 来对抗当时这个苏联阵营的嘛 所以说它当时起步的时候也是靠着马歇尔计划的很多这个基金注入的 所以说在这片校区呢 现在大家还是能看到很多遗迹的 包括经常会哪个教学楼前面都会树一个马歇尔计划的一个纪念牌啊之类的 但现在的话应该都是独立自主了 都是他们学术独立自主的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盟军留下来的那些遗迹嘛 对吧 多说回去啊 我们这个大学它的校徽就是一个柏林熊 我们举着自由火炬啊 我觉得设计的特别好 就是它是把自由女神像那个女神换成了柏林熊嘛 就是还是根据当地的因地质疑啊 根据当地的情况 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啊 改了下这个logo啊 还有大家假如来欧洲呢 就是一时找不到厕所呢 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去博物馆啊 就找一个免费的博物馆就可以了 这个盟军博物馆就是免费的啊 那么因为在德国这边资本主义国家嘛 你去商场里啊 或者是用他们临时那些厕所 都是要至少要50寸的 就是五角欧啊 那么还是有点贵的啊 我们直接去上白嫖博物馆免费的厕所 所以我现在去的一个原因就是真的是有点有点逼啊 有点蛋疼 这条路彼此走啊 就能到盟军博物馆了 我们看这里还有路牌 上面叫万湖啊 那著名的万湖会议离这边也不远啊 这附近也是万湖 这边其实也是柏林的富人区啊 在到达盟军博物馆之前呢 我们会路过这么一个历史建筑啊 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牌上的介绍 就我们看前面这个建筑呢 它在纳粹时期 其实是德国空军的一个指挥部 那么在战后的话 这里就是被那个美军用作美军呢 这里美战区的一个指挥部了 所以他这里 那后来也是接见了各种各样的美国总统啊 包括肯尼迪 尼克松 卡特 还有里根啊 那么这上面还有个引用了尼克松 啊不是 引用了肯尼迪在上面的讲的话 就说这个世界必须要知道 我们为了柏林而战 那么我们同时也在保卫的巴黎和纽约的自由啊 但是我们看这个建筑风格 那还是德山时期留下来建筑风格 跟那个格林空军指挥部有点像啊 那么门口还有个 这里应该是原先哨兵站杆的地方啊 现在它是一个空置的状态 因为这张建筑风格呢 它保留着农重德山的色彩啊 所以说呢 很多好莱坞的影片 比如说赤萨希特勒 乌齿恒弹啊 都是在这里边拍的取景的 然后大家看我这个镜头为什么不往左转 因为旁边是美国使馆啊 然后刚刚有两个德国警察跟我说 说不能拍到那个使馆 那么只能对着这个建筑的大口门拍一拍 就这个就不能再往旁边移了 我们看对面这个建筑就是盟军博物馆了 外面是挂着各国的盟军的国旗 然后这上面写着这个盟军博物馆的招牌啊 我们走进去看一下啊 有个大美军飞机啊 有一个啊 好 上面写着欢迎来到盟军博物馆啊 门口有个柏林熊在迎接我们啊 然后这上面这个牌子 我们看这个字体感觉是特别有年代 特别老的 但是上面写的是我们跟这个乌克兰并接啊 这样啊 那应该是最近才把他这个上面的字改掉的 哇 这么小 进来就看见有弹药啊 哇 旁边是厕所 整体这样导致整体胜利 哇 这些都是纳粹实习的宣传的宣传海报了 啊 这里写的正在放国歌 请稍等啊 是美国哥哥吗 这是盟军的各种装备吧 手枪 皮靴 其实还有红军的啊 这个苏军呢 这里是美军的吉普车 然后后面是各种各样的枪 美军 英军 法军的三种步枪 盟军的标准的制服制式吧 这是各种印的美战区地图的纪念品啊 这是当时的柏林嘛 就是战后的柏林分成极块的 这些盟国分别占领嘛 这是美军之声啊 应该是啊 他们在柏林可能是搞什么电台之类的 我们看到演播天啊 上面红色 这个是说安静的意思 美军的各种罐头的物资啊 包括这一罐罐是奶粉 还有感觉这些肥皂啊 这上面的话就是一些咖啡 或者各种各样的罐头吧 战后美军他们在这里生活啊 然后娶老婆 他们办的这是结婚证吗还是什么 战后在柏林生活大家挺开心的 美军 确实我们看这个展览衣服 是他们战后啊 可能美军和德国的妇女结婚了嘛 这是他们婚礼的时候穿的服装啊 通常美军就穿军装 那么旁边是他妻子的服装 这里都有讲战后在柏林这边的生活了 都已经是他们举办一些什么体育活动啊 这边放引擎 讲柏林之桥的历史事件 我们看前面这一堆啊 就是当时柏林危机的时候嘛 那么盟军他们向柏林空投物资啊 这些都是装满物资的那个袋子 就当时不是他们就不断通过飞机运东西 然后扔到柏林的Temperhof机场啊 然后突破了苏联对柏林的封锁 最后就迫使这个柏林一分为二了嘛 本来苏联是想把柏林给吞掉的啊 这就用油画来表现当时Temperhof机场 他们接受美军物资啊援助的场景啊 我们看这个展区都是 那里还有个大的飞机的螺旋桨 这个展区都是当时那历史照片 反正就是纪念盟军当时对柏林的援助的 当时确实盟军也死了不少人啊 因为这个飞行事故 因为他是里三层外三层的援助的 就是他这个飞机几乎是重叠的 重叠的飞过来的 这个象征当时柏林那些小孩子啊 美军甚至还是抛糖抛下来给他们吃的 然后旁边这个建筑物就是现在一个纪念碑 纪念柏林之桥的 这门可以出去了 这里出来的话我们就是看到大飞机了 这里还有一辆火车 这是什么火车 这是火车内部的样子 门都关了 进不去的 只能外边看一看 他的飞机现在门都关了 现在上不去的 但我看了一下他说是皇家空军 这个是英军的飞机吗 这是柏林墙啊 柏林墙我们看其实挺薄的 这旁边是柏林墙 旁边的亮塔 当时翻墙的话 就那上面直接会射击了啊 就开墙了 挺薄的这个柏林墙 现在很多人在柏林还卖他这个柏林墙碎片呢 敲一块下来能够卖几个元 我们看这柏林墙亮塔 这里边是怎么样的啊 这边有个影片介绍 哎 这边有个电话机 我们看这旁边还有个梯子啊 这个梯子可以顺着爬上去 视野肯定很好的 这上面打局的体验肯定是非常好的 哎我们看前面这个是真正的查理检查站啊 我们看柏林市区有个景点的查理检查站 对吧 但是那个是被扒的剩下来一点点 然后是复原啊 但是这个呢 就是当时原始的查理检查站 嗯 其实就是一个他们高级官员嘛 就在东西柏林之间穿梭通关的一个地方 相当于当时的海关了 嗯 我们看一下 它里边有很多是那种窗口啊 我们看这是它内部啊 它里边其实就像一个海关一样呢 就是有人在里边询问 然后让你出示证件 啊 我这门军博物馆 把大家看了一圈 看差不多了 其实没什么东西好看呢 但大家过来在里面上个厕所的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实话 也就有点像盟军 他对柏林市民的一个教育基地吧 就是来宣扬他们当时站后 如何帮助柏林人重建柏林啊 然后给柏林援助啊之类的 反正就是大家感恩就对了 啊 在这个博物馆外边啊 还有一个纪念啊 柏林墙被踏破 踏破贺兰摔摔摔的感觉啊 呃 的一个巴郡土的雕像 我们看这些 当时柏林墙倒塌肯定是 呃 盟军的一个胜利啊 对吧 象征的联邦 因为是联邦特国 把东德给吞了嘛 那肯定是可以大出特殊的对美军来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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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